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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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醫生 座產士 都會用心跳監察儀器 看著嬰兒的情況 如果有時真氣 不正常的情況出現 可能就要緊急開刀了 對於媽媽來說 開刀或者否復產 風險會相對高一點 因為始終媽媽都需要做一個 麻醉手術 以及失血都會多一點 但現在大部份的否復產 都是半身麻醉做 相對來說 已經比全身麻醉安全很多 其實有某些情況 否復生產會比自然生產好 例如胎位不正 胎位不正的意思是嬰兒 是屁股出先 而不是頭出先 當然屁股出先 在接生的過程 相對出現意外的機會就會大很多 大部份的醫生 都會建議孕婦選擇否復取嬰 另外有某些情況 例如胎盤前置 胎盤前置的意思是 胎盤非常接近 甚至覆蓋了胸頸口 即是說 嬰兒出來的門口 已經被胎盤擋住了 如果你去順產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會大出血 嚴重的情況 甚至兩個性命都保不住 所以這些情況 一定會復覆取嬰 當然也有其他情況 是媽媽可以考慮選擇 复伏取嬰 例如媽媽可能年紀比較大 才是第一胎 或者是嬰兒相對非常之大 有時 怕到最後才生不出 或是怕出現肩膊難產的情況 即是嬰兒頭出了 但肩膊卡住在媽媽盆骨 這情況就會非常危險 有些情況 醫生或者孕婦自己都會選擇做复伏取嬰 不是用自然的分娩去生嬰兒的辦法